好啦好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你們很強你們很強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歐德美 今天呢 我們要試著突破重圍 我們要試著 打敗我們上一集沒有辦法打敗的那個窮騎 好不好 那一隻實在是太強了 如果他都沒有辦法解決掉的話呢 那我們怎麼有辦法可以解決掉最強的那一隻 叫做葛芬里爾吧 是不是那一隻 那一隻炭龜 那一隻炭龜是現在目前這個模組裡面最強的代表 如果第二強的這個窮騎都沒有辦法解決掉的話呢 我們呢怎麼可能打得了地獄勝位的那一隻 所以說呢今天老頭呢 是有備而來的 好不好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啦 他們是說老頭出動全部的恐龍去跟他攻打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因為這些全部恐龍的血量呢 怎麼看 六萬好了不要講六萬啦 八一下就死掉了啦 好不好 你說那邊有一隻一百萬的 各十百千萬 對一百萬嘛對不對 八一下 是不會死啦 可能兩下三下就往生了 好不好 那你說我們這一隻五百萬 可能是八個七下左右 好啦 大概初估可能七下左右啦 這隻一百萬大概是兩三下就死了啦 跟你講啦 他們的攻擊單位都是萬以上的啦 而且是還有範圍性的 這個基本上是沒辦法解決啊 然後我看到還有很多人 很多人留言說 老頭那你可以用Saitama手套啊 的確啦 老頭很久沒有使用那個 那個超級外掛的這個模組啊 那個大概指大概已經是有 將近半年快一年沒有使用了 好不好 不過那個會列入考量啦 那個是最後的決策 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案好不好 這個方案呢 我們不用多說了好不好 其實呢這個影片的封面應該也告訴你們 這個方案到底是什麼了吧 好不好 我也就不托泥帶水了 我們先直接到那個 準備要戰鬥的場地去 好不好 我的點已經記好了 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們也只能試試看了啦 好嗎 各位沒有看錯 哇 有沒有 木斧將軍軍團啊 好不好 十一隻木斧將軍軍團 我告訴你 他每一隻都被我點到五百萬的血量 各位有沒有看到五百萬的血量 攻擊力至少都兩萬五以上 我有嘗試要點到五萬啦 但是點到五萬之後 他已經超過原本的 屬性配置的限制 所以說重燈他會跑回來 跑回來的話要重點就覺得很麻煩 他會直接回溯 所以說呢 點到兩萬五是保險啦 所以說 這邊總共有十隻 加我身上騎的這一隻 總共十一隻木斧將軍 攻擊力兩萬五 五百萬的血量 要去打窮騎 你們覺得會不會贏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 就是要試試看就對了 喔喔喔喔 全部都過來了 喔喔喔喔 有點兇 有點兇 來來來來來來 這個畫面實在太兇殘了吧 我一個指令攻擊 叫他們攻擊這一隻好了 欸他們他們會 叫他們過去那邊 好聽話 打他 哇直接殺掉了有沒有 哇賽 我們還可以試個水溫 有沒有你看這隻很可憐的複傑龍 哈囉 攻擊他 欸為什麼 欸他怎麼不聽話了 欸各位 各位 聽話啊 來這裡 欸怎麼全部都不聽話啊 喔啊那個 有距離的啊 喔算了 我們直接趕快找一找好了 不要玩了 看見了沒有他在上面 他在上面 把他打下來 有了他準備要進化了 他準備要進化了 他準備要進化了 OMG 不知道贏不贏的了欸 來囉來囉 準備要上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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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他準備要進化了 準備要進化了 唉唷心臟 心臟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哈哈 我等一下用指令過去叫他攻擊 攻擊他 加入光榮的進化吧 衝啊 加入光榮的進化 攻擊 哇哇哇哇哇 有希望有希望 有希望有希望 快點快 為幫忙為幫忙 有了贏了嗎 喔有了有了 他輸了他輸了 有了有了 欸我們這幾隻差點死掉欸 啊都死了 這怎樣 會攻擊我們嗎 這怎麼回事啊 欸他變了一隻羊欸 欸據說那隻羊可以抓 來來來 據說這隻羊可以抓 到底要怎麼抓啊 把他殺掉變一隻羊了有沒有 欸我們木服將軍剩兩隻了 這個要怎麼抓啊 暈眩他抓嗎 喔原來用餵死的方式喔 我們來抓這隻回家囉 來來來 有了 不對啊 這一隻 是一隻羊 然後呢 呃 哇 你看看裡面這些 全餐喔 根本在打寶吧 欸這木服將軍就幾個啊 1 2 3 4 5 6 7 欸6隻木服將軍 啊裡面還送阿根廷還送3個欸 哇還送這個喔 哇 這個是那個金剛的 欸怎麼沒有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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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應該還送個阿根廷啊 不然不然給我們這個阿根廷的這個 這個裝備是在幹嘛 普羅米阿根廷 啊有啦有啦這邊啦 這個是不是 哇這個羊 我們獲得了這隻羊咩咩 這也太好笑了吧 喔木服將軍死掉8隻 他們是被燃燒傷害給燒死的 啊 看羊強不強 哇呼 咩 哇看跳超高 哈哈哈哈 然後這BGM好好笑喔 啊 哇 喔攻擊很低 來來 天地萬物聽我命令 走我們回家 阿! ee ha 怎麼有一隻卡在那邊阿 誒 聽話聽話 我好像跑超快的 我也跳超遠的 好啦 okay了可以了可以了 你們很強你們很強 來來來來 弄這麼久 獲得了一隻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羊身上呢 哇這個東西 阿根廷直接給...哇!給這麼多喔! 還有羽暴龍 可是他羽暴龍是這一個嘛,好的 我們拿一下這兩隻好了 這個...這個... 欸!怎麼還有大角怪普洛米阿?可是這裡沒有顯示大角怪普洛米阿 對啊!這裡沒有顯示阿 阿根廷 跟木斧將軍 對啊! 對啊!名字都沒什麼變阿 算了!我們再拉一個出來好了 不管看一看就知道了 我們先站在...站遠一點 召喚咯! 這隻是...阿根廷 哇!我們有一隻了!太棒了! 終於有一隻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的功能是什麼 哇!直接飛 完了!負重了!我太重了!抱歉! 好!必須要稍微等...等他這個... 經驗值升級好 來來來 唉唷! 哇!會飛耶!11劍 11劍 11劍是抓取 又有劍 Oh my god! 又有劍招這麼多沒問題嗎? 我靠!那我這隻打不打得贏阿 這就是個重點了 打不打得贏 對不對 這攻擊力OK嗎? 14萬 阿!我們再看別隻 好啦!太亂了!太混亂了吧! 哈哈哈哈 我們這邊好多喔 再來看 這個是...這應該就是幕府將軍了吧 對啊!一樣沒變阿 一樣是幕府阿 他的方塊感覺像隨機給的感覺 感覺像是隨機的 然後這個就是羽暴龍吧 唉!我們終於有一隻羽暴龍了 太棒了 殺戮羽暴龍 這個是找不到 這個是沒辦法抓的樣子 可以要這個 只能用這種方塊召喚出來 就是那個工作坦裡面那個心臟有沒有 從今天我們不需要心臟了 好不好 唉!這個還長角耶 唉!這隻跟那個完全不一樣耶 這隻是 方塊裡面召喚出來跟野外不同 不同於他長角耶 還有一件什麼怒吼 哇!阿怒吼叫一對遜猛龍 這樣沒問題嗎 按C鍵 哇靠!太扯了吧 C鍵叫霸王龍喔 用這隻打窮騎會不會 用那隻打最強的會不會贏阿 他這個沒負重的耶 個十百千萬十萬六十萬 感覺就很強阿 這隻呢稍微被我點的差不多了 攻擊力五萬 然後這個五百萬的傷 五百萬的血量 應該是蠻強的啦 基本上呢 這些恐龍 根本就 這些敵人根本不需要用我來出手 就交給我的霸王龍他們去攻擊就好了 你看 哈哈哈哈 結果是因為跑太快咬不到 欸你們到底有沒有攻擊阿 欸這跑太快 不是 喔有了有了有了 跑太快了阿 跑都比我還快了 天阿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點一下移動速度了 光光棍沒屁用 不然走太慢也不行阿 我們先點個 點個兩百好了 來 好 兩百 OK 我們這單下傷害應該直接很高阿 只是咬比較慢而已 哇靠 這樣丟一下兩百萬阿 傷害真的還蠻高的 有沒有 直接GG 如果打Boss的話應該非常方便阿 那個召喚迅猛龍阿 然後暴龍阿 我覺得就沒什麼太大的實質效果 因為他們速度跑太快了 攻擊又低 你看我就叫他們去攻擊那鞋子好了 有啦這個還行阿 暴龍的話就是跑過頭 轉角幅度太大了 沒辦法承受這個攻擊的準度阿 好不好 這隻騎士真的是算蠻強的 而且你看 他的鞍的護甲就1700 基本上他五百萬的血量 鞍的護甲1700 就沒人傷得了他阿 就很硬阿 有沒有超硬的 很可惜在這邊看不到Boss阿 不然可能就來一發了 不過我看到有骨龍 還有阿龜 阿龜一樣養的時候要死了 不能直接吃掉 太可惜了 你看這骨龍 我們下次再抓他 我們現在不抓沒差 不然我們只要知道這邊有骨龍就好了 他也不會主動攻擊 好我們走 哇這邊還有劍龍的骨龍 好酷喔這裡 超屌的 這就是我們的羽暴龍 我覺得我們羽暴龍比較酷 阿根廷就是飛行工具 其實我覺得阿根廷練起來 其實也是會不錯搶 也沒有說差到哪去 不過就是單純這個羽暴龍 我們外型比較帥氣而已 有沒有 還長腳 超帥的有沒有 好吧 那麼這個 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好不好 那那個下一集呢 我們可能會挑戰這個 模組裡面最強的Boss 叫做 葛芬 葛芬梨爾 還是什麼 什麼芬梨爾的 米芬梨爾 還是什麼芬梨爾 忘記了 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跟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偷 我們下一次放縱生存再見 掰掰 拜拜 啊 啊